那时候群众聚集起来 耶稣就说 这一世代是邪恶的世代 这世代要求征兆 除了约纳的征兆外 再不给他们任何征兆 约纳成为你你为人的征兆 将来人子要照样成为这世代的征兆 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他从地纪来到 要听撒罗曼的智慧 看啊 这里有一位比撒罗曼更大的 尼尼为人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为人听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 看啊 这里有一位比约纳更大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耶稣那个时代 两千年前 人们要求征兆 就像为耶稣要的 你给我们一个征兆 我们就相信你是真的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 人们希望要求征兆 信天主 天主给我什么记号 天主爱我 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们愿意拿住一个凭证 才去相信 这可是人的通常的心理 其实 我们看一个小孩 有的时候不想这么多 一个小孩 跟着爸爸妈妈 他不要挣扎 妈妈你爱我 你拿出一个凭据来 因为他每天 给妈妈在一起 缺什么 都是妈妈提供 吃什么 还没想 饭已经做好了 要穿什么 还没想 衣服已经给换了 他体验到这一切之后 他不要 妈妈在证明 你是怎么爱我 因为每天 已经惊艳到 除非有一天 长大了 到了青春期 十几岁 那时候爸爸妈妈 再说什么 可能都不听 都觉得 他们不爱自己了 那是因为长大了 已经不是孩子 孩子的时候 什么都惊艳到 他不怀疑 耶稣谴责那一代人 他们就好像青春期 对天主叛逆 要求征兆 耶稣说好吧 给你们的征兆 是约纳先知的征兆 除了这个 没有别的 看上去 耶稣拒绝了给征兆 事实上 耶稣给的是 约纳的征兆 我们怎么理解 就像约纳 天主派他 去尼尼围城宣讲 耶稣是从天上派来的 到世界上来宣讲 带人们回归天主 约纳被扔到海里 然后 风浪就平静了 耶稣走在海面上 风浪 风浪 也平静了 就像那个船 几乎要下沉 因为风浪太大 他们把约纳扔到水中 这时候 耶稣从水里 上来 船平静了 约纳被大鱼 吞了 在肚子里 三天三夜 耶稣被埋葬在肚墓 三天三夜 约纳被吐出来 耶稣从肚墓走出来 这就是耶稣说的 约纳的征兆 耶稣把自己比作约纳 在这儿还有一点 不太明显的 我想请大家注意 还有一个征兆 耶稣 他在这儿 之所以提到约纳 而今天我们四旬期 读这一段 我们需要注意的 有一个记号 耶稣也给我们了 就像约纳 约纳去了 约纳去了 尼尼维 那是一座大城 他要宣讲 四十天以后 如果你们不悔改 惩罚就要落到这里 这个城要毁灭 约约纳在那里 约纳在那里宣讲 没有走三天 全城从上到下 上至国王 下边到老百姓 再到畜生 都坐在灰土中 守斋 忏悔 约纳的临在 拯救了那座城市 这个是耶稣给的记号 像在耶稣 临在于他的子民当中 像在耶稣 就临在于 犹大 临在于 整个巴里斯坦 人们悔改了吗 还要什么记号 耶稣说 约纳就是一个记号 他一来 三天 人们从上到下 都改变 我在这里 弟兄姐妹们 两千年过去了 今天耶稣说 给我们约纳的记号 正好一周了 一周之前 是圣灰礼仪 那一天 读的福音 耶稣叫我们悔改 四星期 把灰撒在我们头上 你们要悔改 信从福音 约纳串了一天两天 效果就那么大 整个城悔改 今天第七天了 你悔改了吗 你有没有听见 耶稣 借着礼仪 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一周以后 今天我们重新看 约纳 那时候 大家把灰涂撒在头上 都听了 约纳的话 而开始改变 现在还不晚 不要等到四十天以后 那时候可能就晚了 谁知道我们还有没有这四十天 当然这四十天 不一定值得是一个月零十天 可能值得是四年 也可能值得是一辈子 不要等 可能很快 我不说惩罚 天主要给我们见面 你怎么办 你还没有准备好呢 透过今天的福音 耶稣让我们赶紧地去看 尼尼围城 看约纳 我们都熟悉的故事 耶稣自己就是这个新的约纳 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 这个世界就是尼尼围 多少人背叛天主 多少人活在罪恶中 今天在弥撒一开始 读经医打畅勇 我就很感恩 为什么 刚才说 上主求你给我们一颗新的心 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痴心 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在我身上注入坚强的精神 求你不要驱逐我 疏远我 求你消灭我的罪过 消除我的罪迁 为什么我说我们感恩 在天主面前过去的都成了过去 我们从前不好 就像泥泥围城 那些人活在罪恶中 天主没有惩罚 弟兄姐妹们 天主今天一直等着我们改变 他在宣讲 透过神父的临在 在疫情期间 有多少人听到神父的讲道 你有没有改变 光是听了 不一定是有福的 实行的 开始做的 才是有福的 求耶稣帮助我们今天认出 他临在的记号 他透过每天的读经 透过教会的礼仪 透过神父的讲道 再召唤我们 让我们认出来 阿们